吉安乡公所27号的下午在阿美文物馆 办理了部落妇女服务队热心服务表扬 即颁发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状的活动 乡长游淑珍亲自出席 颁发部落妇女服务楷模匾额以及礼品 感谢所有妇女朋友们所付出的贡献 以及对社会的努力 吉安乡部落妇女服务队共有390人 依照全年度的服务参与 协助推展公部门各项事务 传承文化随时记忆工作等等 由各部落评选推荐25位队员 获得年度个人热心服务奖 27号下午在阿美文物馆办理表扬活动 而今年也首度增加部落环境志工 结出表现奖 并在20名志愿服务部落环保志工中 推选出10位全勤志工接受表扬 我相信部落的文化延伸 脉络的保存 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妇女工作队承担起我们公部门以外的协力工作 他们尽心尽力 在每个家庭每个部落 每个需要的场合里面 一起来服务 我们吉安是精彩的 是幸福的 是缤纷的 让我们牵起手 一起加油 活动中也举行原住民保留地 所有权壮判证仪式 由乡长游淑珍逐一颁发给36位土地所有权人 他也感谢公所团队及每位土地权力审查委员的辛劳及付出 协助族人办理土地权力恢复 期望获得权壮的族人能珍惜 并善加管理及利用 记者徐黎琴 吉安相报导